沐藏坐北朝南,南北长66米,东西风土直径34米,是座带长斜坡木道的大型砖室木。 大木地下结构由木道、前室、后室组成,全部用青砖砌柱而成。 八字解读人生,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,居士,从业风水26年,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 针对八字测算,风水布局,命力分析,事业财运,首相面相,感情婚姻,有独到专严见解。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,情感不顺,诸事烦心,原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。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,记住微信26682135。 后来,考古工作者将这座墓葬称为田庄大墓。 墓葬宏威大的气势,彰显出主人身份非凡。 田庄大墓曾经多次被盗,历代的盗洞多达21个。 进入后室之后,每个壁面团都被召坏了。 所以这个盗墓者都是从这个砖器的墓石以外,直接往下打了神动,然后从侧面拆取,拆掉砖之后,然后进入后室。 后室是放置墓主人棺果的地方。 考古工作者从大墓被砸毁的棺果推测。 田庄大墓应该遭受了一次报复性祸。 小黄智忠者维练习近书。 我认为这离所保存在这几千万体内已经ximetrôn的安排矩绅定了。